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在淡水巴黎商圈街道 孙正昌永远有握不完的手 真的手被拉得有点不习惯 民众热情握手合照 电火球应接不暇 当年的苏前县长人气依旧 提到自己打造的巴黎左岸 将维建拆除变成商圈 如今要回来参选新北市长 相信热情对手却能能回应 反问匆匆匆保安公的承诺呢 没有办法守住那个诺言 我自己觉得很抱歉 所以前几天 我有去向保安公保生大地报告 我说我跟他的心情一样 其实也都是为了救苦救难 我相信保生大地会同意 尖锐问题四两拨千斤 老将出马被质疑 七十一岁还有体力打选战吗 体力固然不能跟当人比 但是在看事情判断 跟看得远 却比过去来得快 这确实是艰难的选战 和对手还差那么多 如果不是很艰难 也不会叫我来 那我也不是自己就扛得起来 那现在还差这么多 所以还要更努力 越是困境越努力拼 冲冲冲十四年前离开台北县 十四年后再征新北市 要替民进党打下六都的 最大一块摊头堡 三日新闻 李翔泽 陈也豪 SNG小组新北市财宝导 安静一点 好 我们看到这个苏贞昌 以老县长的身份先到了这个巴黎 因为这个左岸巴黎 是当时老县长苏贞昌在的时候 去推动的 所以你看商家也说 如果没有你我们就没有现在 但是当他在讲这个部分的时候 苏贞昌面临的是又有新的民调出来 带大家来看 这个民调是TBS所做的 其中呢 对于这个选举的部分 如果明天就要投票的话 苏贞昌40 那么苏贞昌32 这个落差又来到了8个百分点 那么对于这个年轻的部分的话 侯友宜似乎是在29到20 39到30 29苏贞昌 侯友宜是赢的 那么苏贞昌是赢在30到39 但是40到49 以及50到59的部分 都还是侯友宜 所以如果这一路上看下来的话 韵鹏 怎么来说 这个苏贞昌虽然说是老将冲冲冲 很有气势 但是如果侯友宜自称是政治素人的话 苏贞昌其实也很久 没有自己下来打选战呢 其实我先讲政治素人 我常常认为说 在自称政治素人的高人们 都很有本事 以前最第一个讲政治素人的高人是谁 马英九 其实他也是政务官当了几十年 然后之后柯文哲也认为是政治素人 甚至有一阵子 蔡英文刚当长主席的时候 大家也认为他是政治素人 那其实这不是叫政治素人 它就是一种风格 那个风格在现在受到欢迎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正 你要选下去 我就是个政治人物 那希望说我这个风格 希望受到肯定嘛 这样就好了 所以如果把政治素人来当说 我是政治素人 我什么都不错 侯友宜今天过去教人 要唱 你看他多老练 所以那个是 我觉得是一个假象 政治素人不代表说 他就是值得支持的 或他就是白纸一张 未必是这样 那我必须要讲的是说 苏贞昌院长他今天这个民调 我上礼拜三就在友台看到了 是 我觉得苏八趴 有人会觉得 没什么样子 明明就是打拼 没得赢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苏八趴是刚刚好 那苏贞昌他也 我觉得他不愧是说他 杀场老将 他刚刚我们影片里面有一句话 他说 今天怎么还差这么多 这就对了 你当初十趴开始打才对 因为他本来就是后面再来的 是 他并不是说准备很久 跟侯友一样 人不知道没得 从头冠军 不知道没得 先百岁 他不是栽培那么久的 然后他用落后 一大段的心态来打 这个是对的 那反而是说 你去看说 他为什么苏贞昌 今天有这样的支持度 那我们就当做苏八趴好了 还有竞争力 而且非常有 这是我算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要从四年前开始讲 我觉得游席昌 游席昌院长在四年前 开票出来的时候 数两万多一票 那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是 他也让现在的苏贞昌 还有支持度 而且支持度很高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游席昌院长 讲真的 我那时候 我组织部完了 就是文权部主任 提名完了 换我来复选 所以游席昌院长 是从提名到大选 一路都非常艰困的 那种像年纪大 像年纪大 开出来 哇 这个台湾水牛不简单 打连任的 国民党最新的朱立伦 再数两万多一票 所以大家会认为说 要做一个管理庄 好像年龄不是重点 也让苏贞昌院长会被怀念 那当然就是他以前当的 那个两任县长的底子够 所以今天他到巴黎去 巴黎除了左岸之外 其实你还有另外一个对照 这巴黎有骨头 大沾两个你敢知道吗 不是小巨蛋 这是巴水污水处理厂 国民党时代的大弊案 在他任内也成功地转型 所以新北市民 以前叫台北县 对苏贞昌的怀念 这是他今天的底 但是如果没有四年前 游锡昌院长打了漂亮的一仗 我敢讲真的 今天不会有人希望苏贞昌再回来 所以这个是一代一代累积 也是一年年累积 这都是大家的实力 那我希望说新北市这一仗 没有年龄的问题 因为侯友宜也不年轻 但是有政绩 朱立伦做了八年 从隔壁台北桃源县过来 做了八年 他的市政满意度 其实是在后面的 这一点才是重点 那也希望说侯友宜不要说 政治语言真的蛮多的 但是认真面对说你要 他会讲说民进党中央执政的 没有很好 满意度会牵累到西北市的选举 好啊 逼朱立伦的满意度 两任都那么低了 你是不是也要一并 你要一并面对 要概括承受 这一点也请他说明看看 好 来 罗伟员怎么来看 我发现虽然说报上 写他们首场造势 火力全开 但是侯友宜他比较锁定的 还是批绿营的 所谓密室协商 那所以他就说 征召过程没有秘密 其实征召过程 我们讨论了一个礼拜 其实蛮公开 大家都知道 那只是说对侯友宜来讲 他现在锁定的是 他自己要打对手的是什么样的牌 因为毕竟 他在面对这场选举的过程 然后接下来苏贞昌 是这个所谓选举老将 那个当然啦 那个大家都在比较说 那个什么上一次 那个游锡坤 那个什么民调啊 差距多少 那后来只输两万票 我是认为这一次的选举 跟上一次的选举 不能做那个比较 因为上次是国民党最烂的时候 那时候国民党是因为 也是一样的 中央执政不利嘛 那还要加上一些那个 那个风风波波什么换柱啊 什么东西都搞得一塌糊涂嘛 尤其是很多的军公教 被砍了那个年终 魏蜗金以后不满嘛 所以很多人没有出来投票嘛 包括很多新北市那个建村啊 那个建村既然有建村的票开出来 那个朱立伦以前都是那个压倒性赢了 赢了赢几千票 还会赢几百票 所以那个不能用那个上一次来跟这一次比 那其实我也认为说 不需要自己去 候选人不需要自己去标榜说 什么政治素人不素人啦 有能力的人才是最重要啦 因为大家先听到政治素人 就会想到柯文哲 就会觉得不肯 不是啊 现在说到政治素人才会怕死啦 因为柯文哲就一个最好的例子嘛 啊什么叫素人 素人就没经验的人啦 虽然那我们要 要都是去支持那些没经验的人吗 那你其实侯友宜 你不要讲说你是政治素人 你说我是有经验的人啦 我是政治老人也无所谓啦 就是说我真的有能力 能够把台北 就是新北市治理的很好 我想大家都是希望这样子啦 那当然苏德康这一次出来参选 有没有黑箱 我们严格讲讲的是黑箱啊 就是你中央指定的人啊 你有没有很公开的去跟游戏坑比嘛 不然也是刚刚 游戏坑也没想不到 不是啊 刚刚也有讲到嘛 刚刚也有讲到嘛 就说那不然你叫那些新北市的议员 来讲投票试试看嘛 对不对 你总有一个过程嘛 总有一个过程嘛 本来一开始就很怪嘛 一开始当然民进党有很多的 那个年轻的那个立委要选择 吴秉瑞啊 罗志正那些人嘛 那反正这可是没办法 因为这些兵嘛 不是这样嘛 那苏政参最尴尬的是 他潜力支持他的子弟兵吴秉瑞啊 你现在像自己支持的人 本来是捧在手上 要来把他拱上去的人 就像他 咬一把都给他担住了 就像他咬下去 所以其实对吴秉瑞真的是情何以堪 那我们现在要讲就是说 好 你今天既然你民进党出来选了嘛 那出来选了以后 当然大家你说 哎呀 他的政绩啊 怎样怎样什么 哦 他的那个什么巴黎海岸啊 他的什么 那大家可以比嘛 对不对 你因为苏政参 大家很清楚嘛 都是做那表面功夫嘛 都是大家看得到的嘛 你新北市的那个污水 下水道 下水道 你有没有处理嘛 还有你大家都看不到的 事实上我是觉得 是台湾这几年真的很悲哀啦 很多的那个政治人物 包括县市首长 都喜欢去做那些大家看得到的啦 大家看不到的 都从来都不去做啦 我们看那个台中林佳龙 其实我实在在这里见消息 你做三年 散兵不要突然间打到台中去 这样子 这样子突然间 不是啊 不是啊 我是要举例是说 大家都喜欢做那个表面嘛 比如说你做三年 好像三年跟整治 整治两一个社区的两条 我们真别吵架 所以就说你今天 你有什么重大的政绩 那侯友宜也不是都没有政绩吗 侯友宜的政绩就是朱立伦的政绩吗 那他是辅佐嘛 对不对 你今天为什么侯友宜他目前的民调会这么高 就代表新北市市民 还是肯定朱立伦 对 肯定 而且也是接受那个侯友宜的嘛 那事实上侯友宜给人家感觉是什么 他就是一个硬汉嘛 对不对 他很深沉 你看你看他到哪里去 其实我今天早上才碰到那个 那个侯友宜在新北市在永和啊 我碰到他 其实大家都很很 很热情 很热情 尤其是很多年轻人 我直接就好 我完全赞成罗委员刚刚所讲的说要做那种看不见的 看不见的公司在台湾的地方政府最指标性的就是污水下水道 第一个开始做是阿兵在做市场 第二个开始做谢长廷的高雄做市场 现在朱立伦跟吴志阳在桃源留下的中立污水处理厂 后来是跟台北市双子星一样的那些弊案团队 来加表一些抗讨公司 这个我们讨论过 对 所以我说罗委员这讲的是对的 但是我跟你讲 新北市你们的团队 国民党团队做的是最少的 好 来 但是我们要面对的就是说 民进党内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是侯友宜他除了打这个所谓深奥电场之外 其实你看被做标题的就是 候选人之间到底有没有心结 易富哥 那么刚刚像刚刚这个 我们听到这个发言人 还是有赞美了一下这个游院长 而且他说游院长没有收到参选 可是真的他们现在整合就没有问题了吗 新北市的下一步团结是重要的 苏貞昌也讲了 要不是难打也不会叫我来 那他的团队怎么样组成 他的整合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上一次 那个游席坤选的时候 是比现在更艰困 当时只有两三个立委 其他都卸任立委 议员也没有那么多 当初就是把卸任立委 在各地方负责去号召 然后顺便帮 2016年想要选的人 借此操兵帮苏贞昌 两战一起打 所以那时候的状况 比现在还艰困 那现在有9位立委 28位议员 我觉得组团队基本上 他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毕竟立委 比上次多太多 上一次才两位还三位 所以要算起来的话 是比上一次 组团队好打 至于民进党的整合 其实也还好吧 你去问问看 最近新北的议员 每一个大家都说 你总让我们吐口气 吐完了该怎么做 大家都会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 这是民进党最大的特性 只要提名确定以后 大家跟着棋子走的特性 大概都不会太大的改变 那我是觉得这场选战里面 大概书游之间 那个书猴之间 如果说现在说 谁赢谁超过什么 几八几八 我都说现在讲太早了 因为选战它是波动性的 它有一个延续性 我觉得现在讲 谁一定会赢 是太早了一点 当然苏贞昌太久没有 没有出来在政治圈上面 所以他会去走他过去的政绩 当然要换起 大概四十岁 或者是五十岁以上的人 想起来他去做什么 坦白说一句话 我新北市民 他到底做了什么 我也打不出来 如果没有经过 他一波一波走 还真不知道他做了哪些事 所以这一波的所谓找回老朋友 也是某某成绩 把他以前的政绩 就找回老朋友 比如说 左岸巴黎就带出来 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至少要让一些人 你像左岸巴黎 其实假日的时候 你去看 骑自行车 咖啡店 什么一大堆 很多人去 其实你问年轻人 这些巴黎左岸怎么来的 你问他们 他们知道吗 他们也不知道 但是你苏贞昌去过以后 媒体一报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原来左岸是他弄的 我觉得 当然人家说 记得苏贞昌政绩的人 不会太多 但是你必须要 一波一波的提醒 什么鱼篮码头 这一些 你总要经过 有人一波一波的提醒 否则你真的说 四十岁以下的人 他十几年不在 离开现场十几年 你认为他们都记得吗 连我都记不太得了 他们会记得吗 所以我觉得 他走这一趟 基本上是唤起于 一些年纪以上的市民 去唤起说 对对对 这是他做的 那另外一些就是 像鱼篮码头等等的 办演唱会 很多年轻人去 让大家也知道 原来这是苏贞昌 做的 那当然 侯友宜是 背朱立伦的问题 当然所以 你说他宣扬政绩 我觉得 但是从 友台的民调来讲 他就是在 四月十二号 那就是上个礼拜 其实还在 不是很确定 是苏贞昌 但感觉上 好像党军 要往那个方向去的时候 所做的 可是那个时候 也差不多确定了 差不多了 四月十二差不多了 我觉得 那时候两军队 实在是差不多了 但是你现在说 民调谁赢谁 我觉得选举还很糗 现在谁说 谁会赢 都还很难说 所以也不要拿 我觉得 不需要拿 游锡坤的 那个2014年的数据 如果2014年的数据 对朱立伦 输两万多票的话 那这一战 如果要以那个数据来说的话 那这一战一点都不艰难 怎么会艰难 对不对 所以 我的意思是说 四年前游院长的开票 让大家知道 年龄不是问题 因为年龄 不是那时候你要知道 2014年票投谁谁谁 等于支持马英九 顶星 黑心食品的土地变更案 还有一些 那个新北市的时候 台北市的时候 你们让 那个主场是 让给了台北市 柯文哲跟连胜文 你看那个朱立伦那边认为说 平平顺顺就会赢 所以把主场让出去了 以后的 那个外衣效益 他简直无法抗衡 所以这几个因素 你才会 游锡坤才会输到两万多票 如果你真的要拿那个基数来算的话 说当作说民调可以输二十几% 到最后只输两万多票的话 那如果那个当基数的话 那游锡坤怎么会 那个苏贞昌怎么会是坚困呢 所以那个基础 那个基础和客观环境是不一样的 可是每一次选举都会有不一样的 如果是一样的话 苏贞昌这一战怎么会难打呢 那相对来说就不叫难打了 好来 苏贞昌这一战到底好不好打 世间议员你怎么来看 因为现在大家都讲说 之前就说了 这个双城奇谋里面 有讲到一个是 苏贞昌的登场 他可以带领台北市的气势 包括那么要不要来礼让柯文哲 都可以因为苏贞昌把气势冲起来 柯文哲就变得不是那么的重要 但是如果现在来看这份民调 就会发现说 你看20到29 40岁以上的选民呢 都是支持侯友谊的 那么反而苏贞昌是拿到的是 30到39领先 那么这个所谓8%当然说 这个从8%差8%开始打 但问题就在这里了 如果苏贞昌没有真的强到够强的时候 这个苏王爷的登场 势必你还稍微去看一下说 这柯文哲到底存在 他们两个人如果你礼让给他 这两个人可以站在一起吗 我先说您刚刚讲的这份民调 这份民调 我认为侯友谊 他现在的行情叫做虚胖 虚胖 侯友谊是 你如果认真听他讲市政规划 或者他发表一些愿景 一些 你注意听他讲话 我认为侯友谊是空包蛋 外强中干 他是一个好警官 他没错 可是他很可能不会是一个好的市长 那么如果苏贞昌的话 我八个字形容 他会 我认为苏贞昌会席卷新北 再造风潮 你这么有信心 为什么呢 第一个 苏贞昌会成功有几个原因 第一点就是 你看我们游席昌前主席 他四年级元的选举 选得那么成功 到现在 绝大多数新北的议员 那么支持游席昌之下 结果我们党中央做了这个提名苏贞昌的这个决定 征召苏贞昌的决定 你看游席昌的态度 他是忍辱负重 成全大决 所以我认为历史会记游席昌一笔 就是说游席昌这么做 虽败有荣 那有这个基础之下 我相信我们民进党在新北的整合 不论是立委议员或者基层的组织 我相信这种整合已经不费力了 因为游席昌这么谦虚的让 他也愿意帮忙 那第二点 苏贞昌本身的特质 你注意看 我们要看一位人选来选首长 我们就讲 因为因素太多了 我们讲两样就好 一定是检验这两大项 能力 第二个就是操守清廉 那这两个问题 能力跟操守 在苏贞昌 没问题 他从政这三十多年来 选举 不管自己选或帮人家选总统大选等等 不下十场之多 那这个经过这么多次的检验 他不但能力没问题 他清廉更是没问题 而能力跟清廉这两项 我们用来检视侯友宜的时候 不要说社会提的 我们就光说他自己党内的候选人 就光说他们党内候选人 对他提出的那一些质疑 那我们不敢说那些质疑都是真的 不过侯友宜还是要面对 就是那一些关于他的财力 他清廉这一部分的质疑 还有能力上你看哦 侯友宜享受了这八年 新北市长 新北市副市长的光环 他有新北市副市长的光环 可以到处去 所以他在新北市 你看他现在民调 不论哪一家做的民调 或者跟哪一党PK 他好像一马当先 他好像知名度那么高 支持度也高 可是相对的 他的能力开始要受到质疑了 因为冷静的想 新北市政这八年 没有做出任何市政 而且新北市的政绩 除以你如果冷静看 他在全国22县市里面 他是敬陪莫座 最后这三年 还好有一个更扯的柯文哲 柯文哲更糟啊 柯文哲跟朱立伦两个 哥良好一对吧 他们两个是在抢倒数第二 如果孙贞昌出来 会不会让你觉得 理让或不理让柯文哲的 态势会更明确 我认为 有了苏贞昌 确实成为你刚刚分析的 台北新北是共同的生活圈 也是共同选民会去思考 考虑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已经有 这么强的一个苏贞昌 论他的能力 论他的经验 他的履历 他的理念 那基层选民 不论台北新北都可以接受 所以他来当母鸡 当带头领头羊的时候 那不只是领导新北台北 他也等于我们全国22县市的选举 由他来领头 那又是交警 所以这个时候 我认为是我们民进党 做出一个好的决定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们民进党 不要再被柯文哲带着走 不用再被柯文哲 政治绑架 感情勒索 回到我刚刚讲的那句 我们民进党台北市长的选举 不要再跟柯文哲魔鬼交易 好来 我想要让米凤杰补充是 刚刚因为其实提到柯文哲的时候 有一点没讲 就是外溢效应的部分 如果苏贞昌的存在 那么刚刚我们讲自由时报的时候 他有讲说 如果不提名柯文哲 就可以只要输在台北 那其他的外溢效应不用怕 真是如此吗 苏贞昌的这个领头殃 这世间议员是很有信心的 我觉得是 苏贞昌蛮强的嘛 对不对 那我只是觉得很好奇一个 我先讲说 为什么吴敦毅 为什么新北的选择 他只在乎 苏贞昌跟游锡坤到底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关你家什么事情呢 游锡坤又没有出来抗议 他已经接受了 那些不是电话已经通了吗 那一个所谓的国民党的主席 你去讲这个干嘛 因为你要讲说 朱立伦做得多好啊 你是不是讲不出来 才是要讲这个呢 所以我们就回到说 柯P刚好说这个投票的事情 我们当然可以啊 你可以支持一个所谓的 台北市议员 或是这个立委的投票 可是问题是 今天柯P的效益 会不会外溢 这不是台北市的问题而已啊 你到现在去 那是去台中的时候 有很多议员 我们也请来来宾也是啊 他隔天电话也就被打到爆啊 说你为什么要站在柯文哲旁边 然后他只好解释说 我不是站在柯文哲旁边 我是站在林家隆旁边 因为林家隆在柯文哲旁边 所以我就顺便 就在他旁边 他就要解释成这样 那你说台南又有人啊 台南最近有个长辈跟我讲 他的妹妹也是说 上来台北 他本来是要跟他这个谈话的 但是先问一下 你台北支持谁 他说我不支持柯文哲了 因为那个人过去非常非常支持柯文哲 他说还好 这样我妹妹就饶了我一顿 我觉得他就要被妹妹骂一顿 他妹妹住在台南耶 对不对 那台南关你关柯文哲什么事 可是问题是 大家就是这种气氛 因为大家不愿意支持一个背叛的人 我觉得那是一个 一个不是说意识形态的问题 那是对这个人的为人 到底是不是适格 作为台北市市长 他是首都耶 然后每天都乱讲话 一开始大家觉得好笑 什么英国人送个钟来 他就把他丢掉 说是个废帖 破统烂帖 对 破统烂帖 那个是真的是没有礼貌 到一个极点啊 那问题是 那你现在你又说不募款 不募款就表示说 你这个市府的活动 每天都在跑 我们是不是觉得你假公济师 还有过去那个帐幕的东西 听说帐幕不清的问题 让他民调下滑了 那你未来民进的要跟他合作 你要帮他解释这个吗 苏森昌已经跑得嘻嘻嘻了 对不对 苏森昌说他对他来讲 已经很苦战了 他是有点求救味道 希望党中央可以帮忙 我觉得党中央是应该要去帮忙的 不能够放声啦 因为你委托人家出来的嘛 那你现在这个柯文哲要不要合作 我觉得苏森昌的意见 要很重要 要很遵守 因为苏森昌我在淡水河这边打仗 然后我还要拿盾牌或是火 或是什么东西来放 要去挡这个新北 要去挡台北来的 从淡水河射来的火箭 那我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局 不是只有台北市议会党团 可以决定可以作假投票 你党中央应该担负起责任 你考虑的是全国的选举 绝对不是这个台北市长的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台北市 柯文哲并没有负灭的外议效益到别的区 那你就单纯的负责 单纯的这个投票可以 问题今天柯文哲已经不是这样 他在全国性的民调 还领先一些政治人物 领先吴敦毅 至少领先吴敦毅啊 对不对 那你这个党中央 把所有结果都推一个假投票 我觉得这个是不负责任 你负面效益的这个成果 我觉得很多像 运萌也是做组织部的人做过嘛 那很多人都有一些参与 那基层反应声音这么大 难道声音都听不到吗 负面效果 全国现在负面效果 绝对是要讨论 所以我现在想说的就是 如果说像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 瑞德哥我们常常在讨论就是 一开始我们对苏贞昌非常有信心的 但是苏贞昌的出场 王爷出场的过程当中 绝对不能掩盖的是 有所谓内部的一些基层的民意的反弹 虽然说民进党的文化就是 如果人拿出来 我们大家会团结 但问题是如果这个双城又联动出来 苏贞昌也自己讲 这就是一个苦战应战 他还有办法真的是当一个领头羊 守好新北之外 还要去顾及台北 甚至于整个外溢效应吗 如果民进党在台北市有自己的人选 那么以苏贞昌的魅力 我们必须这样讲 苏贞昌有这个所谓政治人物的那种魅力 明星的魅力 阿比亚马屋也有那个魅力 虽然我很讨厌马英九 马英九在某种程度上面也有他的魅力 那这个是苏贞昌的强项 那我到个人倒觉得说 苏贞昌刚出来的时候 人和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呼吁他跟游席昌这个见面 那么两边讲和等等 那通八分钟的电话我觉得非常好 你知道吗 那游席昌游院长非常有风度 然后也愿意协助 然后也呼吁这个游戏的相关的议员 来挺这个苏贞昌 当然需要有一段时间能够谋合 不过我觉得刚开始起手势 那么根据友台的做的这个民调 差了八% 对苏贞昌跟民进党来讲是好事 如果现在就赢 打平甚至于赢 不是好事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人家准备了七年多 然后呢 我发现侯友宜的民调 再怎么高就这么高了 你知道吗 五十几%是他的顶点 你可以仔细看五十几% 不管他对谁 就是他的顶点 再怎么高就这么高 高到这种程度呢 不进则退 然后呢 现在如果底定苏贞昌的话呢 事实上苏贞昌 一个往下一个往上 越拉越近 这中间10%以内 其实对侯友宜来讲 都是非常紧张的 你知道吗 因为你跑了七年半 苏贞昌才刚起手势而已 所以对苏贞昌 对民进党来讲 刚开始输 不是输 然后另外你讲到这个双城 我倒觉得说 如果到时候 民进党礼浪了 柯文德在台北市 不提自己人的话 那要冒一个风险 因为民进党的支持者 除了台北市 这些不爽的人之外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嘛 那不爽的人 那个反弹是很大 力道很大 除了敏锋刚刚讲 已经外溢到外线市之外 台北市反弹是很大 那我问你嘛 那新北市的反弹 会不会很大 当然会很大 而且越离开 台北市的反弹越大 我昨天到台南去 台南几乎反弹 你知道吗 你反弹那个力道 你不要超过你的想象之外 完全超过你的想象之外 所以党中央要想清楚 你不要以为 我讲柯文德很聪明了 为什么呢 柯文德显然他自己 我相信他一定 自己有在做民调 那么事实上呢 他所做的民调 一定是低的 他一定是这样的 要不然这几天不会 手卡丝丝 对民调那么客气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事实上你要知道一件事 媒体已经有去问柯文德说 你要不要 想跟国民党的侯友宜合作 是 他讲不会 原因是 因为他是国民党的 那我问你嘛 那你打算跟谁合作呢 那岂不是要吃民进党的豆腐 就是打算看看 能不能跟民进党的苏贞昌合作嘛 所以呢 苏贞昌或者是包括民进党 自己都要想清楚 最后双层齐谋 双层联手 会不会适得其反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国外回来带您来看的是 这几天最红的 大概就是九阳真经了 九阳真经是来自于金庸小说 为什么会红 是因为管中敏的事件 他面对教育部长的请辞 他用金庸里头的 所谓九阳真经来回应 结果呢 我们的行政院长赖新德 也回应了 彼此之间好像在尬不攻 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广告回来更多讨论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现在行政院长赖青德呢 虽然到花莲去 但是呢 他所回答的问题呢 却是跟这个武侠小说里面的 九阳真经有关 当然这也跟这个教育部长 判断中请辞 还有以及管中敏这个案子 台大校长已经三个月了 但是这个案子 现在到底要怎么样进行下去呢 似乎就变成是赖青德 这两句就是台大校长当选人 管中敏对于教育部长 潘文中辞职脸书点评 行政长赖青德当场说文解字 不是假会 而是真的有研究 赖青德不但立刻拆招 还跟管中敏隔空比武 回他的就是用第三句 来回他前面两句 他自狠来 他自恶 我自一口真气足 十四个字神回应 赖青德很得意 因为这是管中敏引用的两段 九阳真经 下一段堪称最高境界 没有解释 九阳真经 只能够意会无法言传 大家都是武功 练习武功的非常好的人才 球战管中敏意外让赖青德 金优迷身份曝光 不过回到镇景市 新任教育部长人选 还是个谜 新任的部长 他上来之后 我相信他应该会 很快地解决这个问题 赖青德花脸行 一下子有阁源下台 一下子便比武大会 就算进了深山 耳根子也不得清静 三十五黄的佛装会期 换了报道 好我们来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管中敏那时候看到了这个 潘文中他的请辞之后 他就在脸书上 其实他现在就变成是 未来就算他真的就任 我在猜他是不是要脸书治国 因为他的事情 所有东西就是你看脸书才能回应 就是他回应的就是 他强由他强 清风浮山岗 他横由他横 明月照大江 好那面对这个东西呢 因为你看潘文中请辞啦 那他的事情没人可问 那当然就要问行政院长了 所以院长当然也就用 九阳真经里面的第三段说 他很 他自狠来 他自恶 我自一口真气族 好 这个东西呢 一来一回 其实大家想问的就是 民进党先要怎么样处理啊 瑞德哥 事实上呢 这个他自狠来 他自恶 我自一口真气族啊 是来自金庸武侠小说 里面的九阳真经啊 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看过啊 意思就是说不管他怎么样 我只要站着理这个字 对不对 我不怕你 那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行政院长跟这个管爷两个人 透过这样的对话 好像在脸下 我也在对打 我倒觉得他反应非常好 因为管爷换了一个毛病 今天当然啦 今天为了台大新校长的事情啊 管爷还没倒 结果交易部长自己先辞了 那是很荒谬的事情 但是拖了三个多月 我觉得也不好 为什么 这件事情必须要 如果不施认 调查出来不施认 就断然处置 你知道吗 那么管宗敏不应该当台大校长 就断然处置 你不能一直拖 拖了以后呢 拖到那你要拖半年 要拖一年吗 那么事实上呢 我觉得管宗敏啊 这个犯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 这件事情不是像管宗敏那个爷们一样 对不对 想在那边 好好用这样的方式处理 你确实没有讲你是富邦独统 一开始你就没有讲 你应该出来面对 包括台大 所有的学生 所有的教职员 甚至于包括全国的 所有的关心的人啊 台大一年拿了政府多少钱 你要当台大的校长 你必须要就这件事情 说清楚讲明白 就算你疏失 因为这件事情 引起很多人啊 不是只有你管宗敏说 我光风即月 那么那个 真审委员会 他们自己本身认为这不違法 不是 当台大校长不是不违法而已 你必须要经得起所有的 放大镜 显为镜的考验嘛 那你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 你都没有出来公开面对社会大众 说清楚讲明白 更何况后面 还有所谓的这个到中国去讲学 中国讲学的事情 你也应该一次出来 把它讲清楚说明白 你如果认为自己是 光风即月 光明磊过嘛 那你都不讲的结果 你都只透过脸书 而且你透过脸书讲说 你们怎么样啊 你们怎么样都拎到的事情啊 你们就是抹黑啦 你们就是故意怎么样啦 当然我知道会台大 或者是蓝营里面呢 会去听管中民 然后绿营这边也会对管中民的这个人事案呢 有意见 但是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管中民一件事情嘛 你当事人如果第一时间没有隐蔽这个所谓的互帮读董的事件 你对这个你去监客啦 还是去干什么啦 演讲啦 干嘛 你都讲得清清楚楚 然后出来面对社会大众有那么困难 你过去当个内阁阁员嘛 为什么你反而神影只透过脸书跟社会大众说明了 好我们现在来看 其实对于这个媒体用说 亭管跟蓝营河流 那么政治上排山倒汗 所以教育部呢 有一些疑虑人要澄清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其实今天立法院本来是山羽玉来的哦 蓝营本来是还要来拷问潘文宗哦 那因为他已经请辞了嘛 所以财委会的整个就停摆下来 也没有特别去 但是我想问的是 如果说今天这个问题就存在于 一开始的林选委员里面就有没有利益回避 那么现在这件事情三个月也损失了一个教育部长 那么民党的下一步要怎么做 其实要回到云点来看 我认为昨天潘文宗部长他请辞是一个 是一个我自己认为在政策上面是有瑕疵的辞职啦 如果我是行政院长的话 我会希望说他等到处理到一个段落的时候 再请辞 我再准这个大家先讲好 那潘文宗部长辞职 我们先不论他之前 因为他是一个难得教育部长 对于中等学校以下 有做出很明确的改革跟作为的部长 这是他的贡献 但是他在这个事情上面用请辞 然后写一封道德性诉求的一个辞职书 会让这个议题好像说 告诉你不好像辞职辞职 理论上他的责任 既然你没有在那个赖清德上任的时候 然后就换人 既然你没有在过年前 然后就换人 那你在这个时间点上 你应该先决定好 我到底教育部要先聘任 我先准了 管中敏的台大校长 我再去对管中敏 我认为不是法的部分 不是格的部分下去提起诉讼 还是说我就要求台大重新临选 然后让你管中敏 来对我教育部提出诉讼 你这个事情要先决定 不然他昨天那样的辞职 我认为他心意已决 之前其实他就辞过一次 昨天那个讯息是 他大概很坚定了 他这个动作你没有做的话 会好像说管中敏的这些争议 只有道德争议 不是这样子的 那绝对是法律的问题 不然不需要弄了那么多 还要台大校务会议走完 他还去做了跨部会的咨询会议 这都表示说我要在程序上面 我要确认说 他的确有违法不试认的问题 然后我才要去解除管中敏的职务 不然那些会都不用 我要在程序上满足所有条件之后 教育部才站得住脚说 好 我要对他做出重新领选 或者我要来聘认他 这起来该关停赏问题 因为程序没有走 他法律就没办法走 所以潘文中这样的辞职 我讲坦白话了 这就是我长期在讲的 如果有文官背景的人 转任政务官 到有争议的时候 通常来说他不会做坏人 所以现在不是 他的离开不是说 即将民进党会做一个 有效的处理 反而是留了烂灰 他应该处理完之后 他应该处理完之后 因为他现在他也是部长 我处理什么 后面争议我也扛了 或教育部大家一起扛 然后我再辞职说 好既然要求 法律上面我认为你不适格 你要求道德我辞 没关系 我给你配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一个明快的政务官的处理 没三个个啊 让你带这么久 生一大人 结果你什么都没改冠 你现在是一 后面要怎么处理 我讲坦白话 他这个辞职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难题 下一个部长为什么要把你当坏人 好来 这个易富哥我们来看 对于赖清德来讲 他现在所面临的 除了当然要处理管忠敏这个问题 成为他现在好好选一个教育部长 总不能又来一个 然后没有答案 这个部分呢 其实蓝绿炒这个炒很久了 但是呢 你看赖魁因为又被问到 有关于自己是不是这个 两岸立场的问题 那他就讲说 我是务实的台独 务实台独 所以不用再宣布独立了 但是今天晚报最新就说了 这个大陆军演就是针对台独而来吗 所以就是因为冲着我们的行政院长说 我是一个台独工作者 所以两岸问题也卷进来了 我觉得一件事 就是说赖清德之前在台湾市场 你看到出国讲到台独任何问题 其实大陆的反应没有那么直接 没有那么强烈 为什么现在会那么强烈 因为大陆对于台湾所谓的领导人 政府总统行政院长都被列为台湾的领导人 所以他现在是领导人 讲这样的话会引起大陆方面 比较强烈的抗议 那大家只是比较好奇的一件事 就是说他刚上任的时候 在立法院回答林维州的询问的时候 就提过这个务实台独工作者 当时呢我记得府方发了声明稿是说 这是个人言论 然后接下来总统也说 相信赖清德会有奋起 那赖清德隔了以后 隔几天就跟立委说 这是我个人主张 不要再问了 有个私政从事就不要再问了 结果没有想到 那个苗栗的立委 国民党立委问他的时候 他又重复了一次 其实这个问题 为什么你又重复了一次 之前你叫大家不要问 当然4月8号总统在录影的时候 4月9号播的时候 特别回应了赖清德所谓的台独的问题 说议会被动怎么样 其实说一句实在话 我们在议会太久了 你可以打也可以不打 没有被动说 你就必须这样打 那他特别在这个时候 他又第三次的重复 那很容易让人家直觉的说 这不是在一个被动式的回答 也不是在一个质询过程当中 顺口而出的答案 这个已经觉得已经是蛮有点刻意了 我觉得应该 我个人的看法 刻意的话是表示 一个立场的宣誓跟说明吗 我个人比较 个人的看法 第一个 其实这两段话 就是说 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 不需要再宣布独立 这样的话 如果由蔡英文讲给独派听 独派接受吗 我相信独派应该不会接受 独派对蔡英文的意见很大 但是独派对赖清德是有好感 赖清德这样讲 其实我们再从头回去看 喜乐岛的台湾证明 以及有人推动我们参加奥运 要以台湾名义 其实这对 我相信对蔡英文是非常大的压力 那赖清德讲这种话 讲出来以后 他随后的新闻稿是说 他依然是中央政策的维持现状 那当然蔡英文在后面 保留一个回旋的空间 这一方面也跟很明确的 也顺便跟大陆讲说 我们的主张就是如此 其实这就回归到 台湾前途绝语文的内容了嘛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一宪法称之为中华民国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中华民国互不隶属嘛 其实他只是把中华民国 没有讲出来 所以你觉得蔡英文在帮 蔡英文回答考卷 我觉得两边都有啦 第一个是中共的问题嘛 第二个就是独派的压力问题啦 我觉得赖清德这个时候讲 就并不是那么单纯的 像第一次这样子的一个 但是你来看对岸现在说 这个军演就是针对台独 那么当然辅方就说了 中方的说法是无助 无法增进两岸之间的和平 但这个到底是不是 赖清德又给了一个中国 来对台湾武嚇的一个借口 其实赖清德是在替蔡英文找麻烦 你根本不是他的职责嘛 你干嘛去谈谈这些 这些两岸的议题 记者问他他要打啊 他不需要打嘛 因为他多嘴了 他太多话了 雄赖清德谈话 我们都知道说台独是假的 而且赖清德讲说 赖清德讲说他是台独 国议员无法接受 因为他说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已经不需要再宣布独立了 这个是重重一棒 告诉你这些台独人士说 我现在中华民国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有二十几个邦交国 更不需要去打 那个谈什么 那个台湾独立建国 而且以前在讲说什么台湾独立公投 那个都是假的 那个都不需要 都没有必要 都是一切都是我们以前民进党在骗你们 没有 他未来还要两千三百万人决定 那再来就说你今天他对管周明 用那个金庸小说的倚天屠龙记的里面 一句话来回答管周明 也就是说他下一任的部长 他一定会拿那个什么倚天剑屠龙剑 而且会更狠更厉害 而且更加政治操作 态度是假的吗 来操作这个一题 中共要进入